啊 二周 倒是 não é não não só 殿下说哪里话 如果殿下还在为 陈王之事烦恼的话 老臣趁着今日大树之时 讨个彩头 还请太子殿下 在陛下面前为陈王求情 以为如何呀 不必了 人犯了错 总该受些惩罚 无论是他还是别人 于大人提到彩头 今日是大人的寿臣 但本王倒想向大人讨一样东西 但不知殿下 想要老臣何等彩头 爹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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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王要逃你的向上人头如何 无论是您弄的 Lucky 应该是如此 殿下 尝尝 他是弄的 他人还留下 在四辈中国 都有 究竟如何 怎么了 傅将军 你现在明白了吧 你说这事能劝和得了吗 这名册是否属实 微臣不敢确定 傅将军不清楚不要紧 我相信于大人清楚得很 地上的十卷名册 记载了卷进麦关案的所有人 于大人杀得了李志愿 总杀不了他亲笔记录的 千百名人证吧 于大人 黎王此话当真 太子殿下 这全是污蔑 黎王 你仅凭一面之词 如何证明我父子之罪 第二次 你冲刀 你要干什么 父亲 我们瑜伽时代经营的基业 断不可在今世今日断送 殿下竟敢当着众人的面 污蔑我们瑜伽 举刀向下 那我们也不必客气 平文杰 你这是要于死往后 下官知道殿下有一身孤单 就算殿下不顾自身安慰 不顾大牢中的臣王安慰 也不能不顾拢月楼的那位少东家吧 请殿下三思 看若殿下今日放过老臣 我们既往不咎 我们也自会放了殿下的女人 余大人 没有人敢威胁本王 更没有人能威胁本王 立王 你是真的不想要那个女人的命了吧 来人 把那个女人带过来 你敢碰他 文坚 李王 这是你逼迫老臣于此 此事 关乎瑜伽千余性命三代戎孤 我绝不肯轻易放你离开 来人 关门 谁敢公司 陛下有旨 来人 奉皇帝命 于家父子脉官欲绝 欺君网上 罪不可恕 削去一切官职 抄莫家产 交大理司候审 原于家宅院收回 由李王处置 钦此 原来你早有准备 于老子 我看你还不束手就擒 于世海 你真是聪明一世 糊涂一世 你也不想想 我宗正无有 岂会被人威胁 你脉官敛财 滥杀无辜 罪大恶极 今日 于世海满门上下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来人 把易干人等 全部带走 诺 岂会在乎 你觉得这些人 你也不信 那这些人 你赶索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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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本王的批准 谁都不准踏入这个宅院 是 七哥 还是你厉害 七天时间就把这事了结了 我代表所有王子的冤魂 谢七哥 背府上收拾一下的 今晚住过来 什么 住过来 为什么 明日有人要进京 我又正式要派给你做 七哥 我刚从老里放出来 浑身还都是伤呢 你要我歇两天吗 你在牢里吃好睡好的 借了七天 还要再歇吗 原来牢里那些 我知道七哥 你肯定对我最好了 我进牢 你怎么可能不派人来看我呢 对吧 好嘛 我现在去收拾东西搬过来 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父亲 天狐军人之路 我们还有办法吗 太子 闭嘴 各讲有二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谁让你自作主张 彻底得罪了黎王 纵正无忧这个劫人 阴险冬拉 平日里看似不关心朝政 背地里不知道做了多少坏事 还有李志远之贱人 临死还有白为道 事已至此 大事已去 我准备献出全部财产 给陛下储备发为君相 以求能苟活性命 父亲 我们家都被抄了 你还要把那些全捐出去 那我们出去该怎么办 我们现在连命都保不住了 你还舍不得那些钱财 我们现在要提防的正是太子 太子 太子是跟我们一条船上的 他不会丢下我们性命不管的 愚蠢 现在我们执于太子 正如李志远执于我们 那我们岂不是死定 那也未必 我早有准备 这些年 送往太子腹中的数目 我要详细记载 并且另外抄录了一份 一策万全 只要是太子能来看我们 我就有办法 让他保全我们的性命 太子殿下有何吩咐 殿下说了 无论大理寺如何盘问逼宫 什么都不要承认 尽管其变 太子殿下自然会派人来救你 大胆于是喊 王政对他信任有将 竟然做出背着朕 祸国殃民之事 简直死有余辜 还有你 先是兵败卫邦 再是卖官谋财 你到底做了什么好事 父皇 儿臣冤枉啊 父皇 虽然儿臣和于大人 走得近了些 但儿臣从未去过 吏部半步啊 这名册 儿臣更是从未见过 陛下 李王已将此事的案件证据 全部交托于臣 这名册账目 的确是经吏部之手 但是赵大人临死之前 交给陈王殿下的确旨 却直接指控殿下 父皇 那确旨明明就是陈王 诬陷儿臣的 还望父皇明察 明察啊 太子殿下 你又何必那么着急 为自己辩解呢 但于是父子有了口供 那便会水落石出了 孙爱卿尚未痊愈 就来收拾于是海的烂滩子 如果朝中 都是孙爱卿这样的人 朕又何必如此烦忧呢 陛下 老臣年事已高 西下无子 应当为北林鞠躬尽瘁 死而后裔 若老臣有个儿子 那就应该告老还乡 享清福了 陛下 陛下 虞家父子在牢中 悬梁自尽了 什么 我已严令大理寺严加看管 怎么会畏罪自杀 范元王 你协同大理寺审查此案 不要放过一个虞党 虞家父子 脉冠欲绝 证据确凿 扰乱朝纲 罪大恶极 虞家父子 销售失重 虞家三族 不娶阴客 流放边疆冲军 父皇英明啊 如此坚硬之徒 当处置而互快 太子 结交逆臣 行为不端 闭门思过 无力 不得出东宫 是 谢父皇宽恕 范元王 你到黎王府宣阵旨意 就报奖他查案有功 向南靖三州五年税赴 以后南靖三州一切事宜 不必上报朝廷 直接报到黎王府就好了 臣领旨 臣领旨 不负殿下所托 一击杀瑜伽父子 东西找到了吗 这本账册 是在瑜伽一处别院发现的 里面都是瑜伽海的 亲笔登记 本宫弃军宝帅 实为无奈之举 相信大人一定会理解本宫的 天筹门形势绝无破绽 殿下尽管放心 绝对不会留下任何证据 你们放心 立下如此大功 本宫定会重重赏赐你们 天筹门不需任何赏赐 只盼殿下登基后 能助我天筹门发扬光大 天筹门上下将为殿下所有 只是如今殿下同事助手 要想击败李王登上帝位 不知殿下是否有更加有力的支持 平息 青空 我不息了 我不息了 来 于是看这个狐狸 竟然把这个家山修得 这么豪华 还机关重重的 简直是死有余辜 巧夺天宫 巧夺天宫啊 七哥 你从哪儿找这么个高人啊 整天神神叨叨 疯疯癫癫的 这 这行吗 金师傅 你已经找了两天了 可有眉目 一定就在此地某处 秦勇这人最爱卖弄 越是公开的地方 越是隐秘之处 密室的入口处 一定是在 意想不到的地方 喂 金头头 本王已陪你在这里 里里外外找了两天了 连个墙缝都没放过 除了找到于是海 一个私藏兵器 滥用私刑的密室之外 你说的那个密室 连个影子都没有啊 秦师傅 大概还需要多久 这可说不好 七哥 我看根本不用这么麻烦 就你把这儿全拆了 不就得了吗 可别胡说啊 千拥老贼造的密室 若是拆坊就能找到 那还叫密室吗 我可告诉你啊 若拆坊 密室可就毁了 你们什么也得不到 你敢跟本王这么说话 信不信本王证你个不计之罪啊 吴玉 七哥 你还是让这老头去找吧 不眠不休两天了 你看他 他精神得很呢 不计累得不行了 七哥 我不干了 全都不计的 他是能自己收拾吧 不敢劳烦肖大人 是我装到你 有人在我 怎么敢怪肖大人啊 你是因为莲心的事 在怪罪我吗 我可不敢怪罪萧大人 万一你又怀疑我呢 我调查莲心 是发现她对公主图谋不轨 你又没有背叛公主 我为什么要调查你啊 你手流血了 让我看看 你要我看看 你 你哭什么呀 你这样让别人看见 还以为我对你做什么了呢 你别哭了啊 胳膊的手有这么疼吗 疼 好 我陪你 我试试 你干吗呀 试试连心你不知道啊 傻瓜 咱俩 傻瓜 我 我 你 我 我上次宴会的时候来过着 了解这里的彼性 但这里守备死你 还是小心为伤 真是的 这都是什么机关大师吗 都几天了 可以了 更别说山河志了 你别跟我瞅着 秦勇设计的密室没那么简单 想不到他们和我们一样 也在四处寻找山河志 不过 看他们似乎找的也不是很顺利 这秦勇不愧是殿下第一智者 他所设计的机关 果然非必寻找 那我们还有机会 不顺便 什么人 殿下 这儿了 快追 对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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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要是往这边追人的话 大可不必啊 因为那个机关会困住他们的 您可以不着急 不招慌的 真的假的 公主 您找机会脱身 我来断后 任皇 跟我来 公主 您怎么对这里的地形这么熟悉 跟我走 好 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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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你的脚步走 千万别出错 好 我 龙月 我没事 公主 咱们先离开此地再说 好 少东家 快坐 我看看 没事 多谢公主 不用客气 要不是龙月昨夜为了保护我而受伤 今天受伤被包扎的 就是我了 你我经历这么多次境闲 也算得上是生死之交了 保护公主是奴家的职责 这瑜伽乌宝 果然机关重重 防卫严密 只是经过昨晚这么一闹 要想再进去莫清楚 可就难了 我进了两次宅子 总是觉得特别地熟悉 所以我突然惊醒 那些门墙构造 是暗和阴阳八卦之道 草木花时 皆寒变数 公主 奴家之前 一直有一个疑惑 以漓王现在对你的感情 你完全可以请他 带你走遍整个宅子 为何还要这样 偷偷地潜入呢 我身材 花家最欠造福 两年很难 我现在在一个 淑湖之后 这样说 你能够伤害 那种原因 你真好 然后把你 我和你 我当作是朋友 亲人 对我不好的 我就把他当作是仇人 敌人 但后来我慢慢发觉 这世上的人心 感情 并不是非黑即白 我因为皇兄和西起来到这里 我觉得我做得对 但我又时常梦中惊醒 我觉得他们有一天 会忘了我 会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 我送走了莲心 我觉得我给了他最好的出路 但是我又时常会觉得很怨分 他为什么要背叛我 我要找山河志 所以接近这一切 但是我隐隐觉得 如果没有办法真心相待 就不要靠得这么近 这就是公主屡次要躲着黎王的原因 龙月 如果真心喜欢一个人 是不是应该不求回报 只要他好 就一切都好 这个世界上呢 每个人对待感情都是不同的 有的人全心付出 有的人拿来利用 是否不求回报 你要问自己的心 谢谢你 谢谢你 我心里师父多了 少冬家 有客人说一定要见您 难道是他 去吧 我 姑娘花容月貌 令本公子一见倾心哪 本公子家良田千亩 胡人过百 不如姑娘就跟了本公子吧 喂 你笑什么 你要是跟了本公子 那可是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总好过寄人篱下 受人欺辱吧 公子的好意漫妖心灵 只可惜 漫妖眼界过高 公子呢 还是回去玩几年再出来吧 喂 你不要瞧不起我 你这种人 不就是贪图名利吗 你说的那些 民女唾手可的 倒不如青春年华的美色 来得更加新鲜 我对你也是一见倾心哪 郡主 你 你认识我来了 那又怎样 你 你这个狐狸精 我告诉你啊 我就是来试探你的 你离我的无忧哥哥远一点 他可是有婚约在身的 西启国公主 高贵优雅漂亮聪慧 比你可强一百倍 我躲黎王殿下都来不及 那和他总是抓着民女不放 若是郡主 都陪陪你无忧哥哥 那么他就 不会再来找我了 你 你欣夫人 拿清楚了吗 那日前日我的究竟是什么 那日我隔得太远了 我也没有看清楚 只是从身形判断 应该是两名女子 殿下 有可能是天愁门的女杀手 什么天愁门 属下查到 上次在笼岳楼刺杀殿下的杀手 就全部来自天愁门 天愁门是近几年来 忽然确起的一个江湖门派 做着窃密刺杀的生意 只不过请他们出手的代价 非常昂贵 包括之前赵大人的官员的身亡 以及于家父子狱中暴毙 这都可能是他们的所谓 好大的胆子啊 一个江湖门派 这个燃之我们朝堂正式 能出得起这么高的价格 犯此惊天大案的 肯定又是东宫 属下也派人前去追捕 天愁门中人 没想到 他们竟还敢前来 不怪你 无论是赵大人还是李志源 他们的行动总是太过及时 毫无痕迹悄无声息 看来他们已经渗透到朝堂之中 才会行动得如此精确 齐哥 你就让我跟冷言一起去查吧 这次一定不能放过他们 这个东宫 现在是越来越嚣张了 如果有一天他们真的上位了 这天下还能太平吗 齐哥 你现在让我们去查山河志 说明你还没有忘记秦圣像 和贵妃娘娘的一致 不如就趁这个机会 让东宫易主 吴玉 这些事情我自有打算 有些话该憋在肚子里 是 齐哥 秦师傅 可是有什么发现 这是我刚才搜索宅子的时候 发现的 说来也奇怪 这瑜伽怎么会有 稀奇的东西 稀奇 对啊 这个盘山虎啊 虽然不是什么西寒之物 但它的结成方式很是特别 你们知道 稀奇的既有环境恶劣吧 封杀磨损严重 所以呢 为了防止磨损断裂 他们会用特别复杂的方式来结成 每隔一段时间呢 他们还会重新挫钮 来确保它的结实度 那这么看来 那天潮入宅子里的 是个稀奇人啊 我行 殿下 门外有个女子求见 自称是隆岳楼的少冬甲 是 有个女人 殿下 请 果然好茶 殿下是董茶之人 所以这新茶一送到 我就立刻想到殿下 送来给您品尝 可董茶之人 也得懂得配茶 这盒金丝枣甜香柔美 用来配茶最好的 尝尝 多谢殿下 如何 早香配茶香 味道甘甜 真是绝配 你若是喜欢 我便吩咐只送你一日 看来你很喜欢这里 或许是和这里的草木有缘 我总有种熟悉之感 这院子让于家父子占据许久 真是鲍天天舞 难怪冷言说你上一次 在这个院子流连忘返 才会被于文杰给抓住 让殿下费心了 本来想等此事了了 再带你来仔细看看 没想到你竟等不及 自己先来 殿下这是不欢迎吗 若是你喜欢我陪你逛逛到也无妨 只是你可别再自己乱走 这里机关四处 若是不小心碰到 怕会伤到你 有殿下在 我怎么会乱走呢 请 先前听说乌宝 高墙深院 建筑复杂 今日来一看 若是没有那些机关重重 这里也是一处 精致美妙的先居之所 当初我赠你漫英阁时 也不见你如何欣赏 却独独对此院如此伤心 老师 府中门槛高深 府中那草一木 皆为殿下所有 万人都不敢轻易碰触 殿下凭空赐我一座府中楼阁 我怎敢接受 王府门槛再深 也不是为你所设 只要你愿意 整个王府交给你做主 那又如何 殿下所言要是被别人听见 可就真的要误会了 殿下身份尊贵 与民女结交等就不妥 我们相交日久 无论是姓氏来历身份地位 我何曾问过你一次 我本以为你也是不在意这些的人 没有人能真的不在意 无论殿下所想为何 恐怕都不会有结果 那你到底为何还来找我 那你到底为何还来找我 真的是因为这个宅院的风景 还是你根本就另有所同 是 殿下这是做什么 你不觉得这个情景十分熟悉吗 我不明白殿下的意思 如果殿下不高兴我来这里 那我以后不来就是了 殿下的事 世间万物没有永恒不变 身份立场只在于个人的选择 你今日所看中的 或许他人会变成你心中历次 你认为最不可能的事情 或许明日就变成可能 不许明日就变成了 先师秦勇 亲自建造这里的时候 也不曾想过 善民变法会失败 于是还得意洋洋改造 这座宅院的时候 也没有想过于是一门 会有灭亡的一天 没有 世事善变 一把火就可以让这座宅院 从此消失于世人 世人健忘 几代氏族的光荣 都可以烟消云散 该忘记的 我都会忘记 所以 我眼前能抓住的东西 我一定会拼尽所有的能力 去抓住 没有任何歪物 可以阻碍我 雪落在手掌 只为与你一处的相望 等待为暖复过 让他容量 遇见是注定 下雨吗 想念是无欲的眼光 笨手是回桥 想一直吃一去茫茫 看来今天 人不留客天流吗 连老天爷都爱暴露 这里以前是仙师所造的藏书隔壁 仿佛以前那些平静时光 又回到了我身边 怎么了 没什么 我不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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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起的就是你回事 最冷的远方 甘愿为你失去写和伤 不远过暗夜的漫长 在你身旁 闪闪的 殿下 我也该回去了 买糖 怎么就走了 这个时候怎么拿他离开呢 刚刚那种时候呢 你就不应该让他走的 以我多年的情厂经验来看 你们心中还是有对方的 说不定七哥 你很快就可以得到他的心 撬开他的嘴了 不用这种歪门邪道 我也能够搭档乌 七哥你是 动真情了对不对 嫩嫩嫩 你看你都害羞了 闭嘴 你不喜欢听 我不说就是了 别看了 人家都走了 亚离啊 你今日总是神思不识 为父很是担心啊 亚离 父亲 不知父亲有何吩咐啊 你这孩子啊 在府中闷得太久了 让你去和离王殿下交友 你也不去 亚离不孝 让父亲担心了 只是父亲身体不好 亚离更希望 在家中陪伴父亲啊 我并没有责怪你的意思 如果你想尽孝道啊 那明日 替为父去承熙泡一趟 不知父亲 需要什么要紧的物件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